为了让警察部队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下继续有效维护社会安全 部队的权限将扩大 那么日后如果发生紧急医疗事故 警察将能在民方部队抵达前强行破门进入事发单位抢救 而逃避警方路障的人也会面对更高的刑罚 内政部政务部长陈国明在国会提出警察部队修正法案二读时表示 修正案将加重驾车人士逃避路障的刑罚 逃避路障的行为也将从现有的驾车冲撞路障 扩大到包括在路障前停车并下车逃跑 倒车或掉头逃逸 Claus 6 will make it an offense for a driver to fail to follow a police officer's order be given by a spoken word a hand signal a notice or a sign warning of a presence of a roadblock to proceed towards a roadblock to stop, remain in the vehicle and keep the vehicle stationary until he or she is permitted to proceed 另外警方目前只能在执行搜查令 或逮捕嫌犯等特定情况才能破门入屋 修正案将赋予警察部队 在怀疑屋内发生医疗紧急状况时 能破门救人 陈国明也以警方最近抢救一位独居老人为例 说明赋予警方这项权利的必要性 修正案还将赋予特别警察和正规警察相同的执法权 在严重恐怖袭击事件等重大危机期间 不准正规警员离职以确保有足够警力应付危机 法案也会加强警察部队的纪律处分制度 并加强对提供必要安保服务辅警的监管制度 国会明天将继续辩论这项修正案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